竞选期进入倒数 西蒙和国阵有信心 可以夺下三州三十六个州一席 强势执政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 在国阵的支持下 西蒙候选人有望在混合选区 站稳阵脚成功守住州政权 陆兆福也透露 在这段竞选期间 巫统的竞选机关 全力为行动党的华裔候选人助选 他相信西蒙和国阵 可以在森州 雪州 槟城 和几党拿下好成绩 六州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选民对西蒙和国阵 联手的接受度一直是焦点 也是西蒙行动党 三州珍纳区州席候选人的陆兆福 今天前往选区拜票时指出 西蒙和国阵在这一届州选紧密合作 是要夺下三州三十六个州一席 强势执政三州 陆兆福表示 他的信心建立在西蒙国阵 目前的合作基础上 除了三州 西蒙和国阵在其他州属 比如雪州同样合作无间 他相信西蒙和国阵 强强联手定能赢下这次周旋 中央 Pelik memang calon kita kaum China sebab kawasan itu majoriti Melayu 50% lebih Melayu jadi Jentera UMNO membantu kita di sungai Pelik itu yang saya rasa kalau kita kerjasama ini dapat kukuhkan memang kita ada kekuatan dan tidak menjadi masalah untuk kita pertahankan kerusi tersebut jadi di Selangor memang ada kerjasama yang baik begitu juga di Pulau Pinang dan di Kedang 陪同陆兆福助选的 三州国阵兼 巫统主席 拿都斯里拉加鲁丁 也指出 当地基层 马来选民 依然坚定不移 选择支持国阵 他相信这个趋势 将有助他们 夺下三州政权 前队国盟宣称 陆兆福直言 这一切只是 国盟总秘书 拿都斯里 韩扎在 努丁 所采取的心理战 只不过周旋 打的是基层的支持 不是心理战 陆正福也强调 这次周选 绝对不会出现 选制议会 因为西蒙和国阵 早已达成共识 一旦胜选 将会组成 联合州政府 共同执政 八度空间 实习记者 叶俊旷 珍娜报道